我非常感恩,大慈大悲, 就不自問了, 光臨不殺, 感恩,大慈大悲, 盧敬鴻,盧太長。 第一次想問的是, 1997年屬牛的, 請問身上, 97年屬牛的? 屬牛的。 是這個女孩子是吧? 對,是我女兒。 97年屬猴的? 屬牛的。 哦,屬牛的。 誒, 她的腦子出毛病了? 對。 我告訴你啊, 她現在身上有一個很大的靈性, 明白了嗎? 明白。 在控制她, 她根本看見誰都怕的, 明白嗎? 明白。 我告訴你, 她現在是典型的, 像用現在話講叫憂鬱症, 明白嗎? 她不會講話。 不會講話, 而且非但不會講話, 看見誰都怕, 因為這個靈性在她身上。 但是, 台長告訴你, 她雖然不會講話, 但是她會叫, 聲音會發得出。 對。 她叫出來的聲音, 經常就是那個靈性的聲音。 明白了嗎? 我現在看的那個靈性很厲害的, 不肯放過她。 請問她是跟我什麼關係? 她為什麼, 你知道嗎? 我想問你, 你有沒有做過沙葉啊? 過去賣過魚啊, 賣過蝦啊, 或者釣過魚啊, 或者做過那種沙葉, 開過飯館啊? 家裡有幫忙過。 看見了嗎? 看見了嗎? 我告訴你, 你典型的就是你的業障, 抱在孩子身上。 她就是, 因為她抱在你身上, 她不過癮。 她要抱在你孩子身上, 讓你痛。 讓你錢全部, 過去賺的她那些, 這個活魚活蝦這手錢, 全部要還回來。 聽得懂了嗎? 懂。 其實她的出生之後, 你就開始花錢了。 不錯。 你現在花了很多啊。 這典型的討債鬼啊。 聽得懂嗎? 請問台長該如何? 你現在台長教你一個方法, 你現在先要跟菩薩許願 一千兩百張小房子。 好。 一千兩百張, 每天給她念五遍禮佛。 已經在念。 明白嗎? 明白。 我告訴你, 這孩子現在的骨頭, 腳, 全部有點居柔。 明白了嗎? 對。 她的, 她的脊椎也是很, 測腕。 她的脊椎。 對。 她全部主要是, 神經肌肉萎縮。 我看她的這個地方啊, 頸椎這個地方, 和腰椎啊, 這個地方啊, 比別人短, 而且是彎的。 對, 是非常彎。 看見嗎? 請問她方釋多少? 你現在先把她的靈性弄走。 好。 慢慢的, 不要說弄走, 請走。 一千兩百張小房子, 請走。 然後慢慢慢慢, 她會慢慢會直起來的。 這個孩子, 我可以告訴你, 台長如果靈性不在, 她就會慢慢恢復自己的。 實際上她耳朵聽得見, 心裡明白, 就是講不出來。 因為她被一個鬼魂控制住。 明白嗎? 這個鬼魂, 到一千兩百張的時候, 不一定走掉。 但是那個時候, 如果台長在, 我可以叫她走。 但是如果我不在, 你就要再加小房子。 明白了嗎? 明白。 我告訴你, 這孩子還是有希望救她的。 她現在唯一的就是骨頭, 還有整個的血液循環系統都不好。 所以她站不起來, 站不起來。